香港商业电台的赤扎乐坛流行版颁奖典礼 是香港地区最权威的音乐颁奖礼之一 从1988年开始设立,每年颁一次 这个颁奖礼每年要发三四十个奖 主要参考歌手作品在电台的播放率 由于歌曲播放的次数公开并且可以查证 所以被认为是香港乐坛颁奖礼当中透明度比较高的一个 在几十个奖项里面 赤扎乐坛男歌手是最终量级的奖之一 每年都会产生前三甲 分为金奖、银奖、铜奖 进入三甲意味着登顶当年的男歌手巅峰 在历年入围三强的男歌手里面 每个人在金银铜三个维度上都表现不移 各有侧重 那么谁是终极赢家呢? 我们不妨采用积分制来做一个综合评定 假设金奖得三分,银奖得两分,铜奖得一分 按照这样的标准 来看看赤扎乐坛男歌手的前十大赢家都是谁 郭富城是四大天王之一 以静歌热舞扬名歌坛 号称亚洲舞王 1990年 他在台湾演出了一个帅气的摩托车广告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广告明星 由此进入乐坛 并在同年9月推出了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玩 以火箭般的速度红遍了两岸三地 郭富城在1992年正式回归香港 跟张学友、刘德华、黎明一起获封为四大天王 其代表作包括对你爱不玩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狂野之城 铁木诱惑 纯真传说等等 在香港赤扎乐坛颁奖里 郭富城一次获得金奖 两次获得赢奖 得七分 排名第十位 除了郭富城之外 另外一个香港歌手周博豪 也获得了一次金奖 一次赢奖和两次同奖 他的得分跟郭富城一样 都是七分 相比于本版单里面的其他明星 许晴坑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他是一个80后香港男歌手 2009年 他参加了香港一个选秀比赛 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台 正式入行 2011年 许晴坑开始发力 横扫香港乐坛四大颁奖里的新人奖 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 他的音乐事业实现了飞跃 成为香港地区最有竞争力的男歌手之一 并获得了一次赤扎乐坛男歌手的金奖 一次赢奖和三次同奖 得八分 排在第九位 方大同是美籍华裔 香港著名创作歌手和唱片制作人 他在美国夏威夷出生 1997年定居香港 他擅长创作节奏蓝调和灵魂乐作品 将黑人音乐以华语唱出 给华语歌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曲风 方大同在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Soulboy 被冠以香港逃折的称号 2008年 他第一次夺得香港赤扎乐坛男歌手的金奖 成为该班奖礼成立以来最年轻 出道资历最前的男歌手金奖得主 同时也是首位在21世纪出道得金奖的男歌手 除了一次金奖 方大同还获得两次赤扎男歌手赢奖和一次同奖 得分八排在第八位 刘德华一演员的身份出道 198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 开始进入乐坛 刚开始发展很一般 随着谭永林 张国荣的相继淡出 香港乐坛到了新陈代谢的关键时期 刘德华趁机发力 成功上位 机身四大天王直列 三十多年来 他一共发行了六十多张唱片 几百首歌 获得了香港各大颁奖礼年度金曲的歌 超过五十首 留下了忘情水 恭喜发财 中国人 谢谢你的爱 一起走过的日子 笨小孩等筷智人口的名曲 他曾经因为音乐数量的奖项 刷新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刘德华在香港的其他三大颁奖礼风光无限 多次成为香港和亚太地区的 最受欢迎南歌星 唯独在赤诈乐坛颁奖礼上长期碰壁 由于他和商台理念不合 关系很僵 因此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 横跨20年 刘德华竟然没有拿过一次赤诈南歌手金奖 只得过四次赢奖和一次铜奖 得九分 排在第七位 黎明是1990年代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偶像派的绝对代表 1986年 黎明参加第五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 获得铜奖 由此进入娱乐圈 他跟刘德华一样 前期以参演无限台的电视剧为主 1990年 黎明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并凭借着大热歌曲《相逢在雨中》打开的知名度 获得多个颁奖里的新人奖 1991年 他的第二张专辑《亲近你》热销10万张 首张国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 成功打入台湾和内地市场 被视为黎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另外一张粤语专辑《诗爱诗缘》 成为1991年度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 全年最高销量大碟 乐坛新人黎明以超光速窜红 一跃成为超人气的一线歌手 跟张学友、刘德华组成了风头最近的三剑客 其人气之望 甚至有超越刘德华的势头 当时的香港娱乐圈流行这一句话 再红也红不过黎明 黎明在《赤扎乐坛》颁奖里上获得过两次金奖 一次赢奖和四次同奖 得12分排在第六位 古巨鸡是统领2000年代香港乐坛的重要人物 他以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道 1994年进入乐坛 并在当年就获得了新年奖的金奖 从1996年开始 古巨鸡逐渐走红 成为可以跟四大天王相竞争的人物 2000年之后 他越战越勇 成为后天王时代的扛骑者之一 古巨鸡的上云轻量透彻 擅长假银 被称为假银王子 其经典的作品包括欢乐今宵 爱与城 爱得太吃 天才与白吃等等 在《吃扎乐坛》颁奖里 古巨鸡获得过一次男歌手金奖 五次赢奖和一次铜奖 得14分排在第五位 张静轩是广州人 后来移民到香港 成为了永久居民 2002年起 他全力在香港发展 被称为全才唱作人 擅长作词 作曲 编曲 录音 制作和演唱 是极少数从内地出身转往香港发展 而取得成功的艺人 其代表性的金曲断点 更是唱到了烂大街的程度 随着《四大天王》的逐渐淡出 张静轩成为了主要接班人之一 长期跟陈奕迅 李克勤 古巨鸡 许志安等人 争夺乐坛男歌手的最高殊荣 张静轩是《吃扎乐坛》班奖里的 绝对大赢家之一 先后四次获着《吃扎男歌手》金奖 两次赢奖和一次铜奖 得17分排在第四位 许志安是香港男歌手 演员 1986年 他参加第五届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获得亚军 签约华星唱片 从而进入演艺圈 1988年 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许志安身不逢时 恰好遇到了四大天王大红大子的年代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 他都发展得很挣扎 成为了陪跑者 到了1990年代末 随着四大天王年代的落幕 许志安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 斩获了十大金歌金曲颁奖里的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并三度夺得赤扎乐坛男歌手金奖 此外他还四次夺得银奖 总得分为17 排在第三位 张学友是香港游行乐坛90年代的至尊王者 四大天王之首 有歌神的称号 他在香港拥有超过70首冠军歌曲 代表作《多如牛毛》 张学友多次成为国际唱片夜协会年度销量冠军得主 其累计唱片的销量已经超过6000万张 他在1995年的唱片销量超越了麦当纳 仅次于麦克尔杰克逊 排名世界第二 他曾被环球唱片美国总公司 选入1990年代巨型名人堂 被美国的时代周刊列入亚洲最有影响力的50位人物之一 张学友是最受欢迎的演唱会歌手 不管在港台 内地还是海外 其演唱会门票 都是一票难求 号召力数一数二 累计的演唱会次数 在华人歌手中排名第一 而且遥遥领先 他的唱功出神入化 真假音转换自如 高中低音都无懈可击 能够演绎各种风格的歌曲 被封为歌神 实至名归 张学友是赤诈乐团男歌手领域的第二大赢家 先后夺得五次金奖和两次铜奖 得分时期 仅次于陈奕迅 陈奕迅是继四大天王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香港歌手 被称为张学友接班人 香港第三代歌神 还被美国时代杂志形容为影响香港乐团风格的人物 他在199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而出道 在1990年代末期迅速成长为最具统治力的男歌手之一 拿遍了华语乐团的各类最佳男歌手的奖项 在许多人的眼中 他是香港乐团最后一位天王级的男歌手 陈奕迅的代表作众多 包括十年 你的背包 富士三下 爱情呼叫转移 K歌之王 浮夸 因为爱情等等 在赤诈乐团颁奖里 陈奕迅可以说是独孤求败 而且拥有一记绝成的优势 他一共十次夺得金奖 三次赢奖和三次铜奖 得分39 高居第一位 看完这份榜单之后 我们意外地发现 谭永林和张国荣这两位划时代的巨星 竟然没有进入石墙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赤诈乐团颁奖里 1988年设立的时候 谭章争霸的年代已经接近落幕 所以这两位巨星才遗憾地落选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点赞和留言交流 分享明星幕后的精彩故事 感悟红人背后的百味人生 我们一起蓝眼看世界